而今晚再看到了这名男子 大家说真的很不容易 被他的孝心所感动了 南投普里开早餐店的赖冬月 每个月都会背着高龄103岁的父亲 到理法店去理法从未见断 那么老板呢 因此把这个照片PO上了脸书 大家称他是孝行哥 而赖冬月说 爸爸非常喜欢游山玩水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 可是不敢游戏 所以只要车子开不进去的地方 他就会背着爸爸去看最美的风景 从车上慢慢把老父亲扛在背上 赖冬月背着高龄103岁的老父亲 到理法店挂着笑容从没喊泪 这份笑心让旁人看了好感动 赖冬月说为人子女只是尽本分 我们就像越老越跟小孩子一样 跟我们大人 以前我们少父我们就我们少父 56岁的赖冬月在仁爱湘开早餐店 是家中老三 他说年纪最小受到疼爱最多 当然得负起照顾父亲的责任 每个月一次 从物色开车到父亲习惯的普里理法店 至少得开上20个小时 很远 但老父亲喜欢 他也做得开心 因为父亲喜欢出门透气 但行走不便 让赖冬月很不舍 经常开车带着他趴趴走 遇到车子无法进入的巷弄 就会舍弃轮椅用背的 好几年来都这样 因为理法店的巷子小 他悲起老父亲进进出出 被封为笑行歌 成为一段佳话 TVB新闻黄松浦南投报导